好来看一对鸳鸯大道 他们居然只花了一分钟 就偷走车子里面值18万元的薄金包 主嫌还是一个通气犯 而这对夫妻俩平常没工作 到车行租车之后变造车牌 再从台中以北到处去偷 上个月夫妻俩看准国道休息站 很多人下车上厕所 把包包会留在车子里面 就埋伏锁定偷窃 最后被国道警察逮捕了 刻意选择停在宾市轿车旁边 车上男女下车后直接动手行气 完全不在乎这里是国道关系休息站 来往的车辆非常多 定格画面看仔细主嫌开车门 掩护副驾驶座女乘客走下车 绕到了车尾接着打开雨伞遮掩 等到一切准备好 歹徒就马上敲破车窗 偷走车内名牌包包跟现金 前后只花一分钟随后央长而去 女的作案后还到3C店 消费刻意用假法变装手上 还提着要价不菲的名牌包 倒刷被害人信用卡 购买笔记型电脑 而主嫌则是大胆的去提款机 领光被害人存款 原来这对鸳鸯大盗前科 非常多几乎偷遍了北台湾 台中桃竹苗地区几乎被他们偷过 上个月开始转偷国道休息站 原本还以为天一无缝 没想到离开时车牌被拍得一清二楚 但警方却发现他们车牌还是变造的 P变成R F变成E 6还改成8 最后专案小组追到租车行 就除窃贼 鸳鸯大道终于落网 让驾驶人在休息站休息 可以不必再提醒吊胆 记者简正风筝硕桃园采访报道